片还没有处理完 好 那应该可以听到 有没有听到 现在有没有听到 我想问一下 好先跟大家 先跟大家简单打个招呼 你好 有听到 那我大概讲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我突然想要 开这个直播 就是说顺便聊一下我的近况 因为我前一阵子的状况比较差 然后因为刚好又看到 有一位算是 也算是我们青春时代的回忆 一个叫李文 叫Coco的一个女歌手 她突然就是一个离世 那其实在我们的认知里头 你想想看 她是一个拥有很多资源的 一个人士的话 她也是会有想不开的时候 那我看了一下新闻的报道 可能就是可能她家里面有一些 跟她先生有一些不愉快 然后反正人就这么 就想不开 轻声就走了 那我倒不是说有多难过 虽然说她也是我青春的一段 一段回忆 但是我也没有那么侥情 说我多伤心 毕竟她的生命是属于她的 那她走了 我们也是觉得 我只是觉得说 前一阵子我的状况可能 也没有说很好 那我看到她这样离开 就这样走了 我觉得吧 我可以再聊一下 我前一阵子的状况 那前一阵子我到底 我到底 前一阵子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那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因为没有工作了 所以我就是生活上面有什么困难 有的没有的 那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要离开 我之前服务的那家公司 是我自己有计划的想要离开 那当时想要离开 是因为我想要再自己再创业这样子 那其实我自己在 在2009年我从海南回台湾之后 我在南部的科学园区上班 上了三年 然后后来就是离开创业 然后后来因为生意不好做 那我又回南科学上班 那之后就一口气待了八年多 也就是到今年的四月的时候 那我决定又离开 那我这一次离开南科的工作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说 我去年的八月调过去的那个新单位呢 他的工作环境比较没有那么好 他是一个黄光区 对视力的伤害比较大 再来就是说他的一些管理上 我自己有一些不是很能适应 那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已经算是 脾气应该算还可以的 但是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让我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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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两年以前,我大概两年半以前吧,两年半以前我是我第二次的婚姻结束,那这个事情我本来不是很想做,但是前一阵子我已经有讲过了,那我大概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我有一段新的感情啊,就是我离婚之后大概一年,将近两年,将近两年之后我才又接受了一个新的感情这样,那原本我预计今年是 打算跟我新谈的这个对象,我想说我们一起闯一点事业这样,那后来因为中间有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后来没有在一起了,那变成对我来说,我等于是在今年的四月份,我面临到了一个同时换了工作,等于是没有工作了,那原本预计要一起奋斗的伙伴呢,又离我而去,那他同时也是我感情上的伴侣,也就是说 我同时失去了工作跟感情上的支柱,所以当下是冲击是比较大一点,比较大,而且事出有点突然啊,那 那其实,以我现在来看,以我现在来看,当下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包括其实我那时候很崩溃的时候呢,其实 其实也没有说到多糟糕,只是一种觉得自己有点不甘心,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把大部分的状况我都掌握住了,但是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还是出乎我意料之外,那当然这几个月之后呢,我 不停地修正,还有调整我的心情,以及我的耐心的等候之下,其实有一些事情都已经慢慢发生一些转机啊,那我要感谢的就是说,这段期间呢,有几个 朋友,都是看我节目认识我的朋友,像台北的这个启辉啊,还有这个台南的一个那个曾先生,就他们都乐意听我倾诉我的心灵上的不满啊,尤其是台北的这个启辉哥呢,我这样说好了啊,听起来是有点丢脸啊,就是说 其实我从四月中到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几乎会三天两头,我每天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我就会打电话给他,我会跟他讲一下我今天心情的变化怎么样,几乎他倾听我的苦水,倾听了将近快要三个月,当然时间越隔越长啊,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我几乎两天,我就必须跟他讲一次电话,我一定要跟他 他讲我心中的一些酸楚啊,不愉快,那随着慢慢我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好之后呢,可能就会变成四天啊,甚至五天这样子,但是我还是习惯呢,一段时间就跟他 他讲一下话,就是说一下我的心情,其实当我在跟他回报我的心情,回报我今天我自己工作上的进度啊什么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整理我的情绪,甚至在做一个总结啦,那我发现在请跟他倾诉的过程当中,我是有得到各种方面的稳定下来,那我很感谢他,那 然后有趣的就是说,有趣的就是说,两个有趣的点啊,两个有趣的点,第一,就是说,我这种所谓的失去工作跟失去感情这个事情,我在09年刚回台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状况 然后呢,当时我的朋友带我去看《变形金刚》第二集,09年的时候我去看了《变形金刚》第二集,那我等于是说开了一个新的兴趣 当时如果没有遇到《变形金刚》这个兴趣的话,可能就,可能我也不知道我会变成怎么样 那今年这一次的话呢,就是还好今年第七集的电影还算好看,你知道吗 就如果今年电影还不好看的话 真的,我觉得我可能就整个人就崩盘了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就是其实我的人生被《变形金刚》拯救了两次 真的,09年的时候跟今年的时候,状况是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今年的我跟09年的时候的我比起来,我现在的客观条件是比那时候好很多 除了年纪变大,变老,变胖,变丑之外 对,其实各方面来讲,我都比当时要来的要好很多 那,所以我说我对,所以说《变形金刚》这个兴趣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真的,就是感谢有《变形金刚》的真人见影,对不对 拯救了我两次,好吧 那我另外再讲说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点是什么呢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刚明明想到两个 但是我讲完第一个之后我就忘了 你看现在年纪大了,就是记忆力就是很差 记忆真的就是很差 那,对了,我想起来了 就是说呢,我在前几个月很崩溃的时候 我在很崩溃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在刷Bilibili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会刷到我以前 我大概五年以前有做过感情相谈的节目,对不对 然后我还自己看到五年以前自己讲的话 说什么,我们要培养顿感力,对不对 就顿感啊,然后就是 这个博取盖是不是,非常谢谢你的赞助 因为我看到你有赞助money进来,所以我要特别表示感谢 其实大家的留言其实我在看啊,但是我想说我先一口气把我的第一时间的想要讲的状况讲给大家听 反正前一阵就是10点加10叶,无许可以这样说 那现在的话就是有比较稳定下来,各种稳定下来,好不好 刚刚说到哪里糟糕了,你看现在的记忆力真的是糟糕透顶了 Anyway就是,就是说 我现在好很多了,我看到我五年以前做的感情相谈的时候 我还自己那个时候自己在节目里头讲说我们要培养顿感力 要泰山风雨前的面不改色 我瞬间有一种,哇靠,我被五年前的我打脸那种感觉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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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的是不是 就是自己五年以前安慰别人的话呢 没有想到五年以后安慰到我自己啊 所以呃就是说 网路上的东西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我们当时留下来的记录 没有想到就是五年以后就拯救了自己一下啊 所以平常的话我们还是讲话不要乱讲话 多讲一些好话,鼓励人的话 然后放在网路上 那有一天就没想到我五年以前鼓励别人的话 在五年以后 等来就救了自己一把 你看这个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啊 好吧 那就这一次看到李文这个亲生的消息的时候 我我真的是有那种感觉 就是有时候人啊就是一个一个走不出去的时候啊 真的是很容易就会胡思乱想 那我还是那句话 你看人家就是他他也不是没有钱的 他的物质条件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还是会想不开 尤其是情观难过 我真的觉得感情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遇到了就是 那我也没有想到说我这一次 那我也没有想到说我这一次在这个感情上面我会受这么重的伤啊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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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这么重的伤 好吧 就 罗奎说好像李文这次好像变成是一个意外 OK不管不管他是不是意外好吧 假设他是个意外吧 那我我认我之前认知是说他就是想不开亲生 那因为他这个想不开这个状况就是跟我几个月以前有点像 那我就把这个故事拿出来给大家讲 好 就是就是人生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坎就是过不去啊 就是人都会有低潮包括连我自己来讲的话对不对 我自己都会会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想不开 每天早上起来眼睛一张开看到天花板我就觉得很烦 就是就是要想着说我现在原本预计要奋斗的事业 然后原本要一起奋斗的那个人居然离开我 然后对不对就各种的不愉快 好了大概就是讲到这么多好吧 那我们就聊点其他的啊 这次电影电影真的是很好看 就整整救了我第二次的人生对不对 那我就今天的话我还特别去把这个玩具拿出来 如果是我的老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这个玩具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当年买了一个他的山寨的版本 然后就体会到变形金刚的一个乐趣 那这个玩具的话前一阵他的手自己断掉 所以我又买了另外一个 这个是后来是我买的正版 当年最早买的那个KO已经不见了 反正就是一个小玩具 然后让我落了这个坑 以及呢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齐辉哥他 我在五月吧 五月的时候我上台北去 那我除了去参加这个漫展的活动之外 我还就是特别去约了他说 能不能突然聊聊天 因为我觉得我非常需要找人请书这样 那也有点有点意思 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最开始担心我说是不是经济上有困难 是不是缺钱用这样 我说没有啦 其实我我的经济上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算相当稳定的 就是 对啊 就是人不管怎么样 你的经济状况 你一定要维持一个稳定 你才能够承受很多的拨准 那这个就是 当时去台北的时候 他自己手图的一个玩具 他就把这个送给我 那我一直把它放到我的电脑座旁边 等于说这几个 这两个多月吧 真的是 就有时候会有一个 精神上一个支柱 就是我们要 讲到说 有朋友一直 就是不厌其返 三天两头的 每天晚上要听我讲一个小时 到两个小时 我的心里面的各种脆弱 还有我各种的想不开 各种的幻想 各种的幻想 那我讲到这个幻想 那我看来讲一下这个好了 就是说 就是说 我最近我领悟一个道理 就是以前 人家会说要活在当下 其实我不懂什么叫活在当下 其实我还是没有很清楚 一直到这一次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我才知道什么叫活在当下 那当我前一阵子 在感情这个方面走不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总是会去 会去想说 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干嘛 对 那我还是要强调 他对我来讲 不是单纯感情上面的依靠而已 他本来是我预计要 要做的一个事业的 一个重要的支柱 我必须有他 我才能够去推行我一些计划 但是就是 所以他跟我来讲 这个女生对我来讲的话 他的关系比较复杂 他是有感情 又有生意上 包括还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 我们每个月还要再做一些 金钱上面的往来 这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跟他完全断了 所以才会那么痛苦啊 好啦 那 那就是说 嗯 活在当下就是说 如果说你真的有什么 感情上面你想不开 就是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保有个原则 就是说我们要现在 应该是说 我们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要 把你的专注力放在 你可以控制的范围就好了 我比方说 我现在吃饭 我就享受 我在吃饭的这个感觉 这个饭好不好吃 香不香啊 这个鸡腿好不好吃 你只要想 我这个再吃饭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就好了 就不要再去想说 那个人是不是也在吃饭 啊 那个人现在吃饭了没有 那个人现在在干嘛 就 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我们把精神时间 用在我们自己 可以去控制的地方就好了 不要 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东西 就不要去烦恼 这样我们的 经历啊 什么的 才能够用在正确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 真的 我们的 power 时间 精神 包括金钱在内 要用在我们能够控制的地方 超出的范围 能不看 不管不知道 就尽量 不要知道 尤其人 像我们现在年纪已经 越来越大了 人生进入倒数状态的话 真的有一些东西 人生是要各种的减法 就是有一些 事情该割舍 该忘掉的 该不知道的 我就当作不知道吧 好 那 大概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聊聊聊聊这个吧 然后 我顺便讲一下这个好了 就还是聊聊玩具吧 聊聊玩具好了 变形金刚的玩具 我们还是要聊一下 对不对 这个 SS102号 还有这个SS10 应该是101吧 其实 就是因为电影很好看 我自己觉得很好 我看了两遍 我难得 我很少电影二刷 几乎没有吧 我印象中很少 因为我觉得二刷是蛮蠢的 那但是这次我看了第二遍 我还觉得很好看 那因为觉得它好看 所以玩具的部分的话 我也会 爱屋即屋 爱屋即屋会 给它 做很多的加分 好 然后 这个 不安兄 对不对 那个代购是很小的事情 因为刚好 SS102的手 卖会 刚好在台南 在台南 好 然后就 就刚好第一时间可以 就是帮大家买几个 我觉得也是 也是很有趣 然后就是一个 然后也说实在话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大家也很久 很久很久 很久没有这个 就是所谓的线下的聚会 就是 就是大家出来 同好聚会 真的很不容易 现在 机会就是很少 不多 那感觉 这一次去这个 手卖的会场的时候 真的看到好多 明明大家住得很近 但是真的也 可能有一两年都没有见到面的朋友 还是蛮高兴的 当时我在 会场上 我们就有点 大家都有点 其实买了就可以走 但是还是大家会 想要再多聊聊天 再多多聚一聚这样的 然后这个天灾吧 好像叫瘟疫 这个Yolo Park 要推出他的人偶 那Yolo Park 那三款我已经都入了 就是金刚王 Atmos Prime 跟这个Bumblebee 我都买了 我是蛮喜欢的 Anyway 就是因为电影 电影拯救了我 对不对 所以我就 对他的玩具 我就非常的有好感 那就希望 变形金刚这个IP 能够继续下去 那我也很高兴说 我也很高兴说 就是在09年的时候 我去看了这个电影 然后11年的时候 开始做这个更新 那因为做了变形金刚的开箱 认识很多人 然后我的故事就一直的这样子 一直 我的故事就是一直的 都绕着这个东西上面 一直在 在前进 好 尤其就被他拯救了两次 好吧 不知道要讲什么 就是一个 就是算是给大家解析一下说 为什么我前一阵子那么崩溃 我还是一句话 我失去的一个 失去一个人 但是他对我来讲就是 不只是感情上面 包括 就是工作上 事业上 他都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伙伴 他突然的离开 确实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好 那么 那么 那么就最后再跟大家说的就是 人要活在当下 失去 一个谁 其实 我知道当下会很难受 当下都会很难受 可是 终究的日子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要想办法走出去 那 我在这段期间呢 没有错 我感谢很多人拉我一把 但是我自己也很强烈的感觉到说 那是因为我又想要自救 我自己想要爬起来 所以我才会去向外求远 那么 我遇到的人也真的很好 那么用了各种药方 各种药方来 来拯救我 真的是 就也在被拯救的过程当中呢 我对我身边的几个朋友 我有一些新的认识 就是大家开给我的药方 都不一样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啊 他们八卦一下 讲一下这个好了 反正 反正这个 我们也没有提到当事人是谁 你们只知道这个事情就好 比方说 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他就会觉得说 我这把年纪了 怎么还会晕船 怎么还会失恋呢 你已经 我都已经四十五六块 五十岁的人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 对失恋这种事情 那么样的在乎啊 他觉得这是不正常的 那 这个人的回答会 其实在我听起来 我是很伤心的 因为 我会觉得说 难道我真的那么糟糕吗 我因为失恋 然后低潮 难道我很糟糕吗 对 那后来当然 我了解他的背景环境 可能他的 他的家庭生活 就是非常的正常 非常的美满 是一个非常正规 通常的正规管道上的一个中年人 所以他会觉得说 他就是跟家里面的人就是相处就很正常就好 他可能没有办法 我觉得他可能没办法理解说 像我这种就是 就是离过两次婚 然后 对不对 然后又还可以再 再谈恋爱这样 对不对 然后 然后对象的年纪还跟我差很多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我的 我的生活的 我不敢说我是不是很多才多姿啊 对不对 那有一些朋友开的药方又会 因为这样讲 有一些女生的朋友就会就会在我面前说 说就是他就会批评那个女生的坏话 就是说 这个算了 不要讲这个 这个不知道 反正就是每个朋友开给我的药方就不一样 那我也从这方面去了解 这些朋友们你们的一些性格大概是哪个方向 那我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 就是启辉哥这一次是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 帮了我很大的忙 帮我很大的忙 好 然后 好吧 我稍微回忆一下 罗奎 你好 你说离了婚之后要让人家进入心里面真的很难 我讲一个事情好了 其实我第二次 我两年半以前我离婚的时候 其实这个事情我本来是一辈子不早上 不早上在节目里头去谈这个 因为当时离开的 当时的离婚是我提的 那我这里是有衡量过 权衡过 所以我觉得可能分开对我是比较好的 对我真的觉得离婚对我比较好 所以当时离婚是我提的 然后当时离婚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我得到了很大的解脱 我的时间我的经济状况 我都得到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这样 然后整整之后有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完全没有任何想要就是在接受任何感情的打算 一点一点点都没有 因为当时的我就觉得说把钱赚进荷包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荷包装满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刚那个时候刚离婚的第一年 我除了上班之外 我的副业就是做得非常的认真在做 然后很努力的在做 所以那个就大概一年左右 我的整个经济状况就是以前跟以前比较是脱胎换骨 那所以说就是等于是又再过一点时间之后 等于是说这样讲好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已经得到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 有很明显的改善之后 就讲来听你的保暖私隐喻也可以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 就是说我们的环境条件什么都变好之后 我才有想说是不是可以 如果有机会又有缘分的话 我们也不要排斥说永远孤单一个人这样 那所以才会后来才会就有一个机会 又跟下一个新的对不对 有一个对象发生一个感情这样 那就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又觉得说可以跟他共事一些我们的事业或怎么样 对那当然后来后面有一些小原因吧 那就我这个人是觉得说分开的话 你不用讲什么 不要讲对方怎么样 因为一定都是有一些问题啦 那只能说缘分就是尽啦 缘分就是尽啦 好吧 那最后就是又回到这个本来崩溃的状态 因为电影的关系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觉得这样讲 其实我在四月中那个时候 整个人崩溃之后一直到电影要上映的前三天四天吧 我的心情还是都很差 我一点波澜都没有 真的我心情一点 我一点都不会期待说 电影来演的时候会怎么样 完全不期待 就是上映就上映 我当时当时我的感觉真的就是 真的是这样 然后玩具拿起来 对不对 当时这个真的玩具拿起来 也没有什么热血 没有什么冲劲 说要去把它拍好 拍好或是干嘛 没有了 就是连掰他的那个 的那种欲望都没有 当时就是这么 整个人 然后就坐在电脑前面 有时候两三个小时 什么事情都没干 就是发呆 又因为不用出去上班的关系 所以你等于是说 我整个人就是处在一个 就是都一直待在这个房间里面 休息在这里 那你说做剪影片 修照片也在这里 整个人都在这里 就是心情来讲就很不好转换 后来就是 疯狂的做一些没有用的社交 其实我五六月份的时候 有一些没有用的社交做太多了 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当然我现在已经是 可以说是已经算是复原的状态了 复原的状态了 所以就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了 大家把自己照顾好 什么都重要 好吧 那有一个朋友在那个 YouTube上面 他有留言说 这个想知道我怎么会想要就是离开这个工作环 就是离开我那个在南科那个工作 其实我在南科工作待遇不错 待了快要待了八年多 其实相当不错的待遇了 以南部来讲算很好 如果再加上我的副业的话 其实一个月 我的收入都可以超过十万 其实是小日子是过得很滋润的 但是就是当时就是第一个 就是他的工作 新的单位的工作环境 黄光区我觉得没有很好 第一个是我觉得 我想要出来自己再闯一下 那你说我现在后不后悔 我觉得吧 我觉得后悔是不会 但是我会考虑可能 可能我目前这个状态是很自由 那什么都还过得去 但是我会觉得说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在观察一两个月 看情况 如果说如果说再衡量一下 说不定说不定还是有可能 再去找一份就是正常上班的工作 然后副业还是继续继续做这样的 因为目前这个状态太过自由 我每天要很自律的安排自己的 自己的时间 几点要几点要干嘛 每天要大概要完成多少进度 我每天都要盯着自己 万一没有达到目标的话 其实我会很自责 那如果达到的话 我可能还要再看老天今天 有没有赏我一口饭吃 因为我们现在变成是 就是每天的收入是不固定的 每天是要看成交量多少 就变成有点是有点像是开店 做生意的感觉 那有好也有坏了 那我们就是做什么 就近人事 听天明 近人事就是说什么 今天该做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做好 那做到目标好 那其他就看老天爷 要不要伤我一口饭吃 好 那么 我也不排除说 可能九月开学之后 小朋友开学之后呢 说不定我会再去找一份 轻松一点的工作 钱少也是无所谓 我觉得可能我需要 因为我现在变成说 我每天几乎都 都是关在这个房间里面 那我会比较 就是心情的转换就比较少 除非是我今天出去外面 去摄影棚 或者是去其他地方去照相干嘛 不然我每天的心情 转变就是没有很多 我觉得会有点 有点有点闷 有点闷 好 那么 就 拍下影片是会继续做 不会停 这个就不用担心 那现在也比较 也比较有精神 也比较有力气去做 那 那就是 如果说大家 大家就是说 愿意的话 就是多多 在节目里头啊 留言啊 或者是分享节目 干嘛 这个对我来讲都是有帮助 因为 毕竟我现在 开箱跟 写真的这个写真集的摄影 这个部分已经变成 变成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 所以 如果各位愿意帮忙的话 就是说 你在这方面 你点个赞啊 分享一下干嘛 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有帮助的 包括你每一集都 在上面多浏览一下 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有帮助的 那么 我也很感谢 就是 这一阵子以来的各种各种的帮助 好不好 然后 看一下 就是 时空胶囊 我里面玩具都没有录 对 因为当时 我整个人是情绪是崩溃状态 对了 甚至那个 再讲一个故事 很好 其实当时 当时有一个 厂商 有寄了一组那个就是 台币大概七八万块 一个很大的 那个OP的那个雕像 因为他们 好像是我记得没有错 应该是 三月还是几月份就寄来 但是我一直拖到四月 对 然后我一直很忙 然后四月份的时候 情绪崩溃之后 我根本就没有心情 去做那么大的玩具 而且那么贵的东西 我们又不想随便拍一拍就好 那最后我直接把东西寄回去给厂商 我说 我现在的状况很糟糕 我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我做不下去 我第一次说 人家东西寄过来 然后我没有拍 直接原封不动退回去给人家的 第一次发生 你就知道说 当下我的 当下我的状况是真的是 蛮不好的 蛮不好的 对 那就已经算过去了 那经过这次的事情之后 我自己也 也慢慢会领悟到 其实我当时 哦 讲一个故事 我当时最害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当时我最害怕 那一次的感情的受创 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我觉得可能以后 我再也不敢去放感情 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我害怕我失去爱人的能力 或者是爱人的勇气 那失去爱人的勇气 就表示以后我就 你就少了一种感觉 少了一种爱人的感觉 对不对 你可以想象就是 比方说你以后 你就是失去了味觉 或者是你就失去了视力 那种感觉 就是你的人生的七情六欲 你会少了一样 那我只要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很恐怖 我就觉得 从此我要变成一个残疾的人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 我不敢去爱人了 就是 对 那 想到这个 我就是 不由自主的会害怕恐惧 那现在就不会那么害怕 不会那么恐惧 因为 可能就慢慢也知道说 一定人本来 其实每个人本来就是完整的 没有说缺了谁 就没有办法活下去 对啊 我之前不是也 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之前 前两次的离婚 都还是我自己去提的 那就是我自己觉得 跟这个人在一起 对我来讲是扣分的 对我来讲是不好的 是一个负能量 所以我选择离开他们 只是这一次被选择离开 就会有点难受 好啦 就是 总而言之 前一阵子就是 感情上走不出来 好然后 再加个buff 再加个buff就是说 这个人不是单纯的感情上的对象而已 他还绑定了我一些工作上的东西 还有一些 就是一些事业上的伙伴 所以很伤心啊 很伤心 好吧 对啊 就是 我已经重复跳针的讲 还好这次电影很好看 真的 还好有电视 还好有电影 可以 可以 好啦 那就目前吧 我看了一下 刚刚最多的时候 现在线上人数是100个人 我本来以为大概只有10个人看而已 没想到还有100个人看 也是很久没有开直播了 好吧 很久没有 没有开直播 其实b站的时候 b站是开不了 b站的话 好像就是 台湾的IP是没有办法在上面开的 那 我自己这个频道是 目前订阅人数重新达到1万 其实这个增加人数真的是很 真的是很慢的 很少啊 就是 毕竟我们现在也不是一线的up 也不是主流的更新者 现在新的上传者都很厉害 大家经营也都很厉害 我只是说 做的比较早而已 所以就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老的资历在 所以大家给几分面子 就稍微看一下我的节目这样 那么 我现在吧 就是说 b站的订阅人数那是7万2千 其实我一直很希望是能不能赶快达到10万 我真的很想拿到那个奖牌啊 就10万订阅户的奖牌 超级想要的 但是已经努力了 已经应该 b站也可能有六七年有了吧 到现在7万2 我觉得还是 增加的数目真的是 真的是挺慢的 虽然我讲过说看我的节目是人生当中最不重要的事情 但是现在来说就慢慢这个虚荣性还是慢慢来了 我还是很希望说 就是能够人数能够再多一点 那目前这个YouTube来讲我已经是很佛心了 就随缘了 随缘了就是虽然第七集上映 应该是要有一个热潮 但是它确实增加人数还是很很少 现在就是只有到一万个人 那每一集的 每一集的观看量差不多是大概就一千五到两千五这样子 大约 大约 然后 以前我记得旧频道在稳定时期的时候 每个月大概美金是两百块钱的收入 那现在一个月大概是七十几块钱而已 那都是 都是买玩具都是不够的 买玩具都不够 每个月多个两千多块钱的 现在的玩具 你看这个 现在这个leader级 对不对 现在什么价格 不只是台湾 包括在V站上 大陆朋友都会说 现在变形钢的玩具贵成什么样子的 确实真的 现在的玩具真的好贵 真的是很贵 一个月的零用钱都可能就是 可能顶多买个一支 就保了 然后现在也没有像以前那种跳楼的 基本上都没有 当然跳楼本来就不正常 但是你这个价格 你真的这种价格 你看这个 虽然我很喜欢这个玩具 但是你实际上来说这个东西 你说定价原价是台币是两千三百多块钱 还是两千四百多块钱 你要是不熟悉变形钢的家长 你买回去的话 这个天灾可能要好一点 你要是其他的比如烂的 然后几 你要真的 回去啊 这个真的是 只是把变形钢的IP越做越臭而已啊 越多越臭啊 好吧 那么 就期许吧 期许就是玩具要你要它降价 我觉得是不可能了啦 那就大家就自求 自求多福 好吧 我再看一下啊 就那段时间了 就前两个月崩溃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朋友都跟我说 你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在啊 其实这句话我听的是蛮感动的 那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们只是同好而已 我们就只是一起玩变形钢钢的同好而已 而且也不是经常见面的 你可能只是我的一个观众 我可能也只是 不过就是你网络上会看的一个主持人而已啊 那他给我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我在我的声音陪他度过很多次的低潮 那我就瞬间想起来 所以确实这几年有一些 有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些观众的留言 他会跟我们说 比方说他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是干嘛 他就是我们的声音就是可能比较催眠嘛 他就是可能就是 他在房间里面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啊 就是节目就是放我的节目 就听我讲话而已 就是房间里头有一个我的声音 有一个我的声音 他就觉得 他就觉得这样子习惯了 我能懂这种感觉了 我能懂这种感觉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也会就看一些 就是一些频道 我们也没有很认真要听他讲什么 但是我们就习惯把他的声音就是播出来 我们就这样子听 那有些人就会说 我的声音陪他们度过很多的夜晚啊什么的 那我想可能就这种感觉了 就然后就我们自己有时候去回想一下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我走了 我走了 我不在了 我离开这个世界了 但是我的声音还能够留在网络上 对不对 那我我记得我当时看变异金刚第四集 第四集哦 如果他跟那个人类的主角说如果有一天你想我的时候你可以仰望天空的行程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我这样 那我就会想说如果有一天我就已经走了 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我走了 我离开这个世界了 那其实我的声音还是留在网络上的 那各位就可以在网络上继续听到我的声音 所以其实不知不觉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我已经留下了很多我来过的证据 而且因为我节目更新时间是很漫长的 很漫长 然后所以变成说 然后我会把我一些生活中一些小事件小记录啊 可能有时候我会不经意在节目里头去提到 然后甚至有时候包括当下的一些社会上有些什么事情啊 有一些什么有些什么时事 有时候我偶尔会把它提进去 其实就是留下一个记录 就是说日后可能很多年以后 如果说真的有人那么无聊 对不对 想要挖掘一些什么东西 那你可以从我的节目里头去听 去找到去听到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 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蛮了不起的 就是一个兴趣更新了十几年 然后也没有说到这里面 有啦有一些流量的分量 但是那个都是很少 你要跟买玩具的支出比起来 那真的是已经是杯水车薪了 大部分来讲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用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真的是用 真的是请家荡产在做开箱节目 我没有夸张的 没有夸张 你看现在的 尤其是官方的玩具 几乎都是我自己买的 你就知道你看那个价格 然后你看我买的速度那么快 所以它价格不会很低 我们真的是用自己的家产来经营这个节目 我们不是人家养的那种官方媒体 或者是说什么特殊厂商的媒体 我们真的是凭着一股养趣 就真的是 就这样子做下来 那我也无怨 也没有怨恨 甚至我觉得 这都是我人生的一个使命吧 对不对 虽然前一阵子觉得这个使命 是个王八蛋 有点不太想做了 对不对 但是还有电影很好看 对不对 还是要赞美一下 对不对 我是个被电影拯救的男人好不好 那时间差不多快快快快有十分钟吧 快十一点我想要讲一个钟头 讲一个钟头就就可以了 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感觉一直在晃 对因为我用的那个支架 它是不是很稳固的那种支架 有时候我这个电脑桌 我一推到它就会晃 它就会晃 那我现在那我现在是就是不要碰到电脑桌 OK他这样这样他就不会晃 这样他就不会晃 然后我会不会去台中的快闪 你应该答案 答案应该是不会 应该是应该是不会不会特别上去 因为我今天是7月7号 明天开始我就会 我就会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忙碌 因为好顺便讲一下好了 我的那个我小朋友吧 我小朋友他 他我小朋友的妈就是我 也就是我的前前妻 这个家庭的组织结构越来越奇怪 就是我小朋友的妈 他星期一就是今天是礼拜五嘛 那下礼拜一他会到台湾来 他会来看我们小朋友这样子 他可能会住个几天 所以我可能还会带他出去 试图走走干嘛 我跟他已经有 十年九年我十三十四年 十三年十四年没有没有碰面了 对然后他就反正所以我接下来几天应该 可能几个礼拜吧 我会时间上会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那就就所以你说要去台中 我觉得对我来讲难度比较大了 而且我这个年底的那个的那个就是漫展上面的那种就是实体书 那种写真本啊什么的那种东西已经在在开始都要进入后面的加工啊就是我会比较忙啊大家如果有兴趣买我拍买我拍的店买我拍的写真本的话 可以跟我联练一下稍微稍微支持我一下对一年一年出不了几本的一年一年一年你再出个今年可能预计会出到三本 对不对那大家可以大家可以支持支持我一下对不对 然后我的身份越来越复杂 我我前几天跟我儿子讲一件事情 我说你会不会抱怨你老爸把我们家的家庭关系弄得很复杂 对不对 想一想也是 其实也没有很复杂 我们也没有说同时劈腿或是干嘛没有我们也是我们只是我们只是分比较多阶段而已分比较多阶段而已好不好 并不是说同时间很复杂没有没有那样子只是对只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人在我身边这样好不好 然后好吧那就那就OK好10我知道那个你的微信 我知道你因为你看你那个YouTube的这个ID我就不认识 但是你讲10我就记得那个微信账号了 好吧那现在现在还有118个人收看 真是真是真是意外居然还有一百多个好吧 那其实我我讲一个事情其实我其实我第一次在bilibili上面开直播的时候其实那个有点有点夸张的那个最大同时线上人数达到6000多人我真的是觉得 就是蛮蛮蛮吓人的那同时6000个人在线上你听我讲话那个感觉也是也是蛮蛮有一个人生成就的当然一定有人比我更厉害 但是对我来讲一次6000个人在看我的直播我觉得也是也是很厉害很感动啊好吧 然后那么就今天的话大概就跟大家讲这么一些那总结就是说人一定要记得活在当下那我们的时间精力的话呢就是用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就好 用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就好就是我们超出我们能力范围我们能控制这么多那这个这个拳头大的范围就是我们能控制的超出去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当做不知道吧 不然的话呢你去担心这些你控制不到的地方只是徒劳消耗我们的精神还有我们的力气时间金钱而已 好那每个人都是本来就是完整的啊没有说一定要靠谁才能够过下去 那难过难免难过遇到困难难过伤心都是一个必要的心情的发泄就是适当的去发泄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要自己救自己我们要自救我们可以去向别人求救但是你你要知道我们去跟这个人求救是希望他能够拉我一把而不是只是跟他说我快要死了而已不是你一定要想说我们要自救才找人来救我们 而不是就等别人来救但是我们自己却不站起来不振作那也是没有用的啊 一定要自己有很强烈的求生欲最终站起来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呼救请人家递个工具递个游泳圈给我们递个梯子给我们对不对 但终究你要自己自己要有那个求生欲好吧这很重要非常重要就给大家共勉吗 就是就我自己的前一阵子这样摔一跤啊摔一跤然后这个爬起来的过程几个月其实其实很多人还是会跟我说我这个爬起来的速度算够快了啦 但够快了大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已经调整成这样好不好那其实也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我自己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平常给人家那么多正能量的感觉 所以当时我一开始我那么崩溃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我平常给人家那么多正能量的感觉但是我怎么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自己衰落成这样子 所以当时我就很慌很急那我也很感谢齐辉一直跟我说你现在受重伤你昏迷不醒都是很正常 那你不要那么急着那么快就能复原你是你本来就是个人而已你不要平常被自己的人设绑住你不要忘了你终究还是个人而已 你很难过是很正常的啊对不对然后我告诉你海广你讲这话就对了 就是人跟人见面打招呼最好听的一句话就是你瘦了对不对我大概讲一下我四月初的时候我的体重有八十八公斤那我现在是七十九点多已经大概减了大概八公斤这样子所以就是明显来讲会有一个明显来是还蛮明显的有瘦下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然后罗魁 对那个五十是美金吗不太清楚你抖内了我五十块钱 这是美金的意思是美金还是还是台币我不太清楚因为那个符号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不管的都很感谢一块钱我也觉得很感谢好不好 那么这个这个就是说 对回忆起来真的这几个月很 当然有一些话我没有办法全部跟大家说啦因为还是有一些人是知道是知道我的就是比较更真实的状况那如果我讲的太清楚的话我觉得 你们可能会去找出那个对方是谁我觉得这样对他也不好而且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还在发展都还在进行发展中啊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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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定论所以我也不想把一些事情讲太清楚我只只只只挑 只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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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事情 跟大家共勉吧 跟大家共勉 好吧 电影很好看 非常感谢 国安小兄弟的手内150 然后这位阿兰先生 MPM眩晕什么时候拍 这个东西 先生你显然是 为粉是吧 MPM13我已经把他封到时空脚囊 10年以后再开 请等2023年 2033年的时候我们再来开箱 2023年之后 我们再来 再来开箱好不好 好吧那就 哎呦 还有 还有朋友一直在进来是吧 那再多聊一下好了 我不要聊一些 售屋联名款吗 就是那个有我有买那个 我有买OP那一盒 我有买但是我没有开箱一直 一直放在那个 一直收在那边 因为当时买进来的时候我已经 我的人是崩溃当中 我的人是崩溃当中 所以就没没有开他好不好 然后 有人问我说 大大 邱 周大域吗 还是 什么 这位先生 D A Y U C H O U 你问我说是不是台湾人吗 口音不太一样 这个我这个这个我可以说一下 啊 因为最近还是有些新闻我可能不证信 其实我其实我是 其实我是台南人 我是台南土著 我是台南土生土长 然后 我讲话的口音不太一样 有有几个原因 第一 第一个是因为我的 妈妈是客家人 然后我爸爸是闽南人 那变成说客家人跟闽南人 他们的共通语言就是所谓的国语啊 就是 就是 或者大陆人说的普通话 就是我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所以说我我的 像很多台湾人可能你小时候是先学会讲台语 但是对我来讲 我现在讲的这个国语就是我的母语 所以我是说 国语长大的 所以我的口音来讲可能就是相对来讲 发音可能比较标准 那再来就是我在大陆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 我像我依我自己来讲的话 其实我在 我发现就是说我在大陆的时候 北方人会以为是南方人 南方人以为我是北方人 那台湾人以为是大陆人 大陆人一听也知道我不是大陆人 所以说 变成说有一点像是 其实我觉得 关键就在于什么 关键就是因为我没有口音吧 因为我没有口音 所以大家都觉得我们 我不是他们当地人 好吧 但是我实际上我是 台南土生土长的 土著 然后 有一个天竹鼠车车对跟大黄蜂吧 我今天有看到新闻 我本来还以为是网友自己改的恶作剧 还没想到还是真的 好吧 然后 我开个直播 目前斗内仅有429块钱 有点小意外 一个小时赚400块钱 我让一个小 讲话一个小时有400多块钱可以赚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 哈哈哈哈 那我的 我的口音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包括有一些 这样 有时候我们在会场上 有一些courser也会问啦 问 听我的口音也会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也会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然后就 等一下我回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很重要 不知道啊 好 然后 就不知道有一些courser也会问问我们就是说是不是大陆人这样 因为 呃 就是我反正我 讲话的口音就不不太一样啊 不太一样 然后 查查查罢说我今天穿的很色 没有今天这个哪有很色 三点不露好不好 这个然后 该摺的都摺起来了 连毛都没露好不好 这个哪里有 哪里有这个 哎我说我那个键盘的声音很好听啊对这个我是 我是特别去买了一个就是 这是 他这个应该不是真正的机械键盘我觉得只是 有一点像而已就是我喜欢这个键盘的声音 因为 如果没有这个声音的话我觉得蛮无聊的这个我已经用了 用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我喜欢好吧 轻右哎好像是好像是轻右对是轻 是轻轴吗那个是 轻轴键盘吗 然后说我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因为为什么有幸福的笑容因为看到 就是没有想到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还有 还有这么多 这个 朋友还在 线上还 还没有解散 这个时间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应该是要 对不对 对不对 做点不正经的事情 对不对 就居然在我这里 听我讲这些东西 会不会买黑苹果的铁皮这个基本上不会如果厂商 没有给的话基本上我不太会去买 因为我现在的经济状况是没有办法让我去买一些 非官方的东西 其实我讲一个比较 讲一个比较直接的 其实我几乎都不买第三方的东西 几乎是不会买的 如果不是厂商给的 基本上我都不会买 真的是不会买好不好 然后说什么 我没注意到 刚刚有一个讯息说什么来的 再按一下能不能跳出来 这个讯息我看不见是吧 还是我按这个 我轻走 茶坝工作刚回来 今天有拍摄 明天高雄捷运有活动 不知道明天茶坝你是去不去 我可能不去 因为我最近工作真的是太多了 然后问我说 可不可以聊MP3.0 MP3.0 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感觉我很少拍MP 因为MP太贵了 我买不起 现在玩具MP真的是上不起 我只能说上不起 然后 对第7集的部分 斧头太多 斧头太多 斧头都是拿来刮杀 是说 OK 就是说这个斧头砍不死人 是吧 明明斧头拿起来应该要砍死 但是杀不死人 对吧 天独鼠车车 变形玩具会不会买 我觉得吧 我应该跟朋友借吧 现在真的 现在的玩具太狗 而且我现在事业还在起步当中 认真的在 认真的在认真的在 从事中 目前开源节流好吧 目前 前来日省个花好吧 暂时省个花 暂时省个花 然后 我的话吧 我的话就是说 现在的生态就是说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 看状况 如果阴天我就先去运动 如果是晴天 我就是下午 就是大概晚上六点 再去运动这样子 但是现在就每天是运动 修图剪影片 大概就三件事情 三件事情 然后 黑曼 把黑曼的东西 那个都厂商给的 其实我自己不太会去买 不太会去买 我说 我几乎不会花钱去买官方的东西 不管是第三方还是KO 我基本上就是不会去 不会花钱去买 不会 不会 真的不会 甚至 甚至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 我会把 厂商 第三方厂商给的东西 甚至有时候 我一段时间之后 我可能就把它变卖掉 卖掉之后干嘛 拿去买官方的东西 所以 所以没有人比我更支持正版 对不对 你看我们都拿 都拿钱去支持正版 我们不是靠嘴巴支持的 好吧 然后 New Age New Age的玩具 我觉得New Age的玩具 就是都就是很精美 就做的都很精美 就是怕说 他 就是怕说玩了不久 都就怕它松掉而已 就是怕这个 不然 不然NA的玩具 真的是 造型上是 真的是好看 变形也是相当有水准 相当有水准 我会不会评测 售屋那个TF凉化手办 我有买 但是我就懒得猜 因为 因为 我们不是很擅长做那种开箱 因为 可能对他的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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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傲 或者是都那种 那种 涂装 我也没有那么内行 我只是看一看 觉得好看 就这样而已 就是好看而已 就没有 没有什么 我也讲不出个什么 有营养的东西 对不对 那 所以就 也就没有 没有特别把它打开 没有把它特别打开 好吧 然后 那个 收到NA的黑天火 黑天 天火 OK 那个天火 就是 也是蛮大支的 挺 挺好的 挺好的 然后 说什么 坎尖帅的 多坎尖帅 你是说这个衣服吗 其实 其实我就是 其实我在家 我都是穿 穿这个样子 我就是蛮 蛮喜欢 这边就是空着 这样子 这个好像已经是我的 招牌的形象了 对吧 好吧 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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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超过11点了 大家晚上都不会疲劳吗 对不对 我是已经 报应号会拍 OK 报应我会拍 就是 我有 网路上我有定了 前几天 那个 会场都有在卖 但是因为我已经有定了 所以我就 不太可能再买 买第二个 好吧 不太可能买第二个 麒麟币 麒麟币是什么意思 就是 麒麟币我就不晓得 然后问我说 那个 最近心情还好吗 最近心情好很多 那国安说绝营 绝营一直很好 可是可是我没有把它打开看 一直一直在后面的箱子里面 我一直没有把它拿出来看 一直还没有 可能最近 不一定 不一定 我现在下礼拜开始 下礼拜开始 我觉得我的时间会严重缩水 严重严重缩水 不过最近的官方的新品好像也开得差不多 好像也开得差不多 然后 看我开直播一天压力都没有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你一天的压力会没有 那是因为你自己心情变好了 其实跟我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 大部分我们还是有那个一句话 就是 大部分都是你自己想要自救 好吗 所以你的状况才变好 好吗 这个时间 结果人数比刚才还要多 是怎样 你们这些 半夜不睡觉出来 假扮王祖贤 对吧 然后 有问我有没有拍过 那个Revenge of the Fallen 传奇机的转轮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拍过 我拍过Deluxe等级 但是没有拍过传奇机 那个买不到 现在太难买了 然后果然说我那奥模 奥模也很奥 奥模在这个 在这个衣柜里面 奥模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IDW 矿工 等等有五夜场 我连掉咖都会脱下 这个 我不是那么轻浮的男人 要我 要我露点 这个是要 付出相当的代价 那个要 要VIP 要特殊包厢 才能看到我脱衣服 好吧 然后 然后 叫我不要小看自己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是过气的 这个 老网红 对不对 也不然说网红 其实我们就是 就只是说 刚好 做开箱节目 稍微早一点 所以有一点点 老脸可以卖而已 对不对 其实你说要我们跟 现在年轻的一些 UP主比的话 我们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优势了 没有什么优势了 没有什么优势 然后 就是说 我往这个地方看 是因为我在看我的电脑 我在看我的电脑萤幕 因为 因为我一直很好奇 我现在到底能不能看到我自己的 我自己能不能看到我自己的直播 我看一下好了 我试一下好了 我好像看不到自己的 Youtube的直播的画面是吧 有可以 原来要点这里 我看到我自己的 好蠢的那个 原来要点这里 我看到我自己 好蠢的那个 OK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年纪 我就喜欢 有人问说 我还有没有跟老蕭联络 最近一次联络是 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前吧 两三个礼拜以前 那个 两三个礼拜以前 当时好像是聊到说 好像是聊电影的话题 我有点记不太清楚 记不太清楚 然后有人说 声音员说我喜欢听胡福奇舍聊废话 洗澡的时候都开着视频听着 洗澡的时候还听我的声音 你都不觉得这样洗澡的心情不太好吗 对不对 然后开送说 年纪越大越爱看达哥 踏踏实实 这个主要也是你自己的心境有在成长 这个跟我的影响也不大 好吧 跟我影响真的也不大 然后 为什么金刚龙 月牙基问我说 为什么白虎武器组的金刚网 在我心中的地位那么重要 你是说这个吗 月牙基你说的是这个吗 那这个我刚刚题目 这个我在刚刚有提过 因为他是齐辉哥送给我的 他自己手图送给我的 然后他等于是陪伴我度过这 这大概两个多月的低潮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电脑座旁边 我很重视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非常重视 然后会有回应 那回应是因为刚才我把这个 就是电脑的这个画面的打开 所以等于是这两个声音就叠在一起 那我现在把这个电脑的声音关掉了 好吧 然后 然后 对 对 他说最近让自己休息一阵子 工作大三 有空再走 那个是丁豪是吧 对啊 其实我是觉得你这个年纪 很认真生活 我真的是很佩服你 非常非常佩服你 然后 六百 潘先生说 六百买到转轮 问我开箱 没有 那个文具我真的没有 没有 在那边问说老孝儿在美国吗 这个 这个是他的 个人的私领域 我们就不好讲 确实他在美国 没错啦 就是 但是他 他个人的事情 我们不好意思讲太多 只能说他现在过得也非常好 对就是 他女儿也很大 因为十六七岁 他 我记得他女儿跟我儿子好像同年纪的样子吧 对 然后 好怀念 好怀念老孝骂玩具是混蛋 其实 那个时候骂玩具是混蛋 可是那时候玩具你看多好 对不对 变形金刚的玩具越做越精彩 这句话 犹言在耳 你看 现在 现在真的是 对 现在的玩具就是 只剩情怀的 真的只剩情怀 你看 这个还好 SS102 还好 以Voyage class来讲 这个还算过得去 还算过得去 你要有一些真的是 会让人家觉得 这个是电影的 电影好看 所以他加分很多 加分很多 好 然后 就是 自己吧 这款 这个 这个是 我的第一款 并且刚刚玩具是这个 这个 然后 他的手断掉了 所以我到网路上买了一个 盗版的 当然这个人有涂装过 我把他的手拆给他 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坦克形态 跟一个人形状态可以同时摆放 OK 这个感觉就是 很懒的人 就是连变形都不用 你可以享受两个形态 好吧 真的电影第二集的这个 Megatron是 真的是 带我 带我入坑 真的是带我入坑 好吧 然后 前一阵子说我桌上有这黄绿色的昆冻金 哎呀 这个 讲到这个我就不好意思了 这个 你说这个吗 这个是 我的好朋友 那个 小李 他 他放到我这里放很久 可能不怎么放一年了 他是一个假面骑士的一个梗吧 他有改造过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我一直没有把他拿来拍节目 哈哈哈哈 有时候有时候就这样 我们就把他放着 我就一直都没有没有拍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这一个 好吧 应该是这个 然后 全权说要以后多开直播 这个开直播不用常开 没有我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话可以跟大家分享 只是因为前一阵子真的是状况比较糟糕 我觉得 需要跟大家聊一下 好吧 就是 也算是给我的生活做一个记录 好吧 就是2023年的4月 到2023年的5月中 啊不应该是6月 6月初等等 大概两个月 的时间 我是处于一个疗伤状态 就是一个 有一个 因为一个 因为一个 对不对 因为一个 某某女人的离开 对不对 对不对 他同时在我的感情跟事业上 同时双双对我造成打击 对不对 这个人的离开对我来讲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我一时间有点 有点措手不及 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细节 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就不好讲了 不好讲不好讲 然后我就 说现在工作室系列比较 然后 现在的小孩子不会买这么贵的贴富 对啊 现在小朋友怎么会去买平贴富 很难吧 非常非常 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 然后问我说下期的节目打算录什么 下期的节目录什么 我其实其实我我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下一期要录什么 有时候就是目前没有 现在真的没有特别想录什么 像比方说 比方说我今天不是上传那个黑色的那个 Lemesis Leo Prime 对不对 那一款就是我确定我要录那一款 那因为目前的 官方的新品我好像手上 好像刚好都刚好录完了 目前是刚好都录完 所以我也不知道下一个 我要录些什么东西 好不好 因为有可能 有可能是风雷模型的那个RC 就是要自己组合那个RC 那个应该是后天会寄到我这里 明天或者是后天会寄到 但是那个要组合 那个组合那个很难 上次风雷模型那个丰刃 就是组到我直接放弃 叫罗志显帮我组 实在是太 就是我现在眼力也不行 因为组那个东西就是很 就是很痛苦 一整个一整个就是不喜欢那种感觉 然后我最近 我是不是讲一个 我跟电影应该没有关系 各位没有 最近有人有看这个吗 我推的孩子看心眼哀 我最近最近超 超迷这一部的 然后他第一季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最近拍的主题都会围绕着这个主题 好吧 我喜欢这个很好看的一部作品 好吧 为了证明我 为了证明我很喜欢看这个作品 我要拿出一个更大的心眼爱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我自己 其实我在二次元坑 大概是1999年之前的事情 好不好 1999年之前的事情 然后后来就有 有脱坑什么的这样子 什么 第七集玩具的 要我录一个第七集玩具的排行榜 这个 这个就我觉得把第一名就这个了 第一名就这个 然后第二名就这个吧 大概这两个就前两名 后面的我看 我觉得千金顶不错 大概千金顶可以排第三 可能就是推荐这个102 还有这个101 还有就是那个 千金顶那个玩具做的还可以 我印象有记忆点的 大概就是这三个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是不可变形的 那我真的推荐 优洛帕克那几款全部都收 好吧 真的是 很好 非常好 然后 爱死了 对吧 这个月牙姬 你一讲爱死了 就知道你是行家 对不对 然后 油马派才是最棒的 你也是 油马也是很棒 其实那个 油马家 那也是 也是很赞 对吧 但是我自己个人 比较喜欢黑川芡 好吧 我个人喜欢那个阿堪 好吧 然后 哦 啊啊啊圈圈套 圈套也很好 圈套也是不赖 圈套我拿一下好了 圈套在旁边 我觉得 这样不知不觉 我又拿出很多的玩具 我聊到后来 我们有点回归正题 我们终于 聊回来变形金刚了 好吧 这一款 这个神音 这一款的SS 不是 这个不是SS 这个是第七级的 的那个那条线的这个神音 这变形真的是赞 好不好 超好玩 而且 电影里头它没有变成人形 所以就是人形的没有还原度的问题 这一款 真的是佳作 这一款可以推荐 这一款可以进入前 对 我觉得这一款可以进入前三年 真的 你这样一说 我真的 这款也不赖 你这样说起来 我真的是 糟糕你 你激起了我认真排名的一个 应该是说 我觉得这样排起来 我觉得他搞不好可以排第一名 因为他因为他的人形就没有还原度的问题 然后他的变形真的是很赞 变成老鹰真的是超级的有趣 然后这一款的话是人形也好看 变形也是算有点意思 然后这个瘟疫的话是因为他真的是车型真的是很帅 好吧 你看我把他拿起来多好吃 对不对 对啊 你看 我们终于终于聊回正题 聊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终于聊回 聊回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了 好吧 我们是聊病金刚的好吗 那其实我的 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 就是我的玩具真的是有点多 其实尤其是其实玩具多还没关系 玩具就算了 这空盒子很占空间 我的房间很多的那个空盒很多都摆在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那个对我的生活品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很大的影响 然后我推最后看来是玄关之战 什么是玄关之战 其实我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玄关之战 然后圈套现在要人民币300那么贵吗 哎也还好1200也差不多 他说哎他是Voyage class吗 哎圈套是 哎圈套是Voyage 还是 应该是V级吧 应该是V吧 应该不是D吧 应该是V 然后 然后问我说 蔡真说我如果戴个头盗是不是就变成Pia Pia泳裤鸡 我没有我没有那么多的肌肉好吗 我没有那么多的肌肉 我看一下圈套的腿如果粗一点就好了 应该应该也是这么说没有错 玄关之战 哎到底玄关之战是什么意思啊 谁谁能告诉我玄关之战是什么意思 玄关之战是 这个二次元的有些用语 其实我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熟啊好不好 圈套是V级啊 OK 德国骨科 哎 骨科我知道 我今天我今天特别去查了一下什么是骨科 骨科就是乱伦系列是不是 就是 有血缘关系的CP就是骨科 对吧 然后把艾森回来哇靠这个 玄关之战 好我再次去问一下到底什么是玄关之战 我们又跑题了 我们不是本来不是要聊变异金刚 怎么会从变异金刚聊到玄关之战 对不对 一整个一整个就是很很不震惊 很不震惊 当然我们要是真的震惊的话就 真的震惊的话也不会 你们也不会留到现在了 好不好 看一下哈 我回一个讯息是 OK 啊 我们 喂喂喂喂喂喂 我先把一个讯息回一下 你这个比较比较重要一下 我回一下 好我看到了圆圆插空哎 带金刚王面具好像有一个是不是有那个大黄蜂跟金刚王那个面具戴上去然后那个面具是可以还可以变形 我记得好像 应该是说有有那个产品嘛对不对 但是后来好像 我好像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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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没有看过没有看过然后 玄关之战靠哎 所以你们怎么那么多人都懂玄关之战就全世界就只我不懂什么是玄关之战嘛 哈哈哈哈 到底是 原资 原资什么 原资空是 好啦 那个 好 我我大概讲一下 我大概讲一下 我自己呢 在1994年到1994年到96年吧 就是我国 国中到高中的时候我真的是超级二次元控 那后来就是 20 我就是2000年之后我就慢慢脱坑 然后一直到 脱坑之后我一直到2012年吧我才又 开始去看一些二次元的东西 然后当时我记得当时是进击的巨人 因为脸书上面好朋友都在洗版系什么进击的什么进击的什么 然后我才去看进击的巨人 然后我才又回来看一些日本的那个动漫 那别人说从进击的巨人到现在你看差不多10年的话 其实这10年来我真正看完的 番可能不到20部 非常非常的少 我几乎只看最热门的那几部 比方说什么 什么鬼灭之刃啊 对不对 然后那个 五等份的 花架 对不对 然后 什么间谍加加酒啊 恋上换装娃娃 几乎都是看当最红的那一部而已 所以我一年看下来 靠那番是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玄关开车不锁门被闯 你们所有人所有人 所有 进击的巨人动画还没有结束 这个我想 但是但是漫画我看完了 是一部 是一部烂尾的漫画 我还是要说晋级的巨人 收尾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 好吧 然后 风之谷的漫画 我知道 那个他跟动画版其实是相差非常多 动画版只有演到很前面而已 而且那个人物的那个戏份的比重是相差是比较比较多了 好 然后 糟糕 这个讨论区已经逐渐二次元的这个讨论化了 好吧 孤独摇滚我有看完 对 难得孤独摇滚我也是我全部看完 然后向死而生问我说 会不会增加第三方玩具的介绍量 我觉得不太会 因为 除非厂商给 我直接想想 除非厂商给 不然我不会花钱去买 好吧 真的我不会花钱去买 好吧 我现在的状况是请家荡产只能买的 请家荡产也只能做得起官方的节目 好吗 孤独摇滚很好看 对 它是一个格局很小 可是就是故事讲的很细腻的一个好作品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个人蛮喜欢 吸毒 什么吸毒 孤独吧 子罗兰对 子罗兰永恒花园 这部我也有全部看完 这部难得啊 难得我也是有把它追完 而且 当时看了真的是 看了真的是哭了几遍嘛 因为我是哭点比较低的人 对 我是一个蛮容易掉眼泪的人 好吗 已经 我推版本的玄关之战 这个到底是 这个已经情况从 从复杂变成难以理解 还是从难以理解变成复杂 我已经快要搞不清楚了 对吧 然后明天 明天本来在 对呢 你有看到了 对对对这个是电影版的 那我当时去看电影版 然后海报我有把他拿回来 好吧 海报拿回来 嗯 我看一下 啊哈 明天呢高雄捷运有 那个 漏漫胆的活动 但是我个人 倾向是不太会去 因为我的 时间可能不是很够 我礼拜天是一定不会去 因为礼拜天有 大型的团牌 那礼拜六就是明天 不去的几率比较高 因为我 我怕我忙不过来 真的事情 事情比较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 我我最后好吧 我我现在情绪 比较 稳定一点 我跟大家 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每年呢 年底的时候大概11月 或者是12月的时候呢 在高雄的博二呢 会有所谓的FFK 啊 他就是一个也是算漫长活动 那通常的话呢 以我这过去这三年以来 我我都会 呃 会跟COSER合作实体的写真本 然后做发行 那以往的话呢 就是会主推一本一本一本 这样 包括去年去年算推两本 一个COSER推出两本 这样子 那 那今年的话 我预计的话 可能 目前谈起来 我可能会出三本 那跟三个不同的妹子一起 三个不同的妹子出 一个 各出一本这样子 然后 有一本就是 呃 SNK的这个 四个女主角 这个跟柔依一起出的 这个 这一本的进度已经完成大概一半以上 这本是比较没有问题 那另外两本的话 进度目前是还比较 落后 几乎是还是 还在刚开始阶段 甚至有一本是昨天晚上才刚谈完 可能要出的 那 我会觉得这是我今年最后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然后 所以 等于接下来的话呢 我的 在拍照的话 拍拍写正题 拍Course的这个部分我会减少 减少没有必要的 社交 对就是我会 比较专心在 实体本的拍摄上面 或者是说 呃就是比较有 收入情况比较好的一个配合的Course 不然的话就是我会减少一些外出 减少一些外出 那因为时间的话还是要 要用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 那个地狱乐 地狱乐我有看 但是地狱乐 地狱乐有点好笑 地狱乐我只看到第八话 我就气烦 因为因为我已经拍完 因为已经拍完那个那个杠了 对不对 那个我讲的是杠不是杠 我讲的是那个那个人物 我已经拍完 所以我就 对 因为那个角色我已经拍完了 所以 第八集看到第八集我就先先不看了 对不对 然后 子罗兰写给未来小孩那封信很吹 对 那个是应该是动画的第十集 我之前就已经 在观看第十集之前就已经 我已经有听说会很催泪 所以我已经做好准备 但是还是最后还是被暴击 我还是哭了 好吧 然后 要 背后是大黄蜂的海报吗 对 这个是大黄蜂的海报 这个是大黄蜂的那个 那个大黄蜂电影就是所谓的第六集的电影 然后上面有一些人的签名 上面这个签名是我们那个时候办一个聚会 然后上面的签名都是当时参加聚会的同好 像这个蔡承志啊 还有这个 苏龙啊 对不对 还有海广 海广的签名也在上面啊 这个 通常我们如果办聚会的话 我如果刚好有电 有便宜金刚的海报我就会带过去 然后就 就大家签个名 大家做个纪念这样子 又可令说可不可以祝福一下现在的学生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说 学生朋友你们现在的年纪来讲的话 烦恼其实也很多 以前人家都是很羡慕学生很羡慕年轻人 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是真的不容易 学生的困扰也是很多 学生的烦恼也是真的很多 甚至我觉得学生连经济独立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 如果让我可以选 要我回去学生时代 还是还是维持现在这个时代 我才不要回学生时代 学生他妈太可怜了 我完全可以理解现在学生的难为 你们早出晚归 其实比我们上班的时间可能还是更长 然后还有各种的不自由 然后各种的困扰 各种的烦恼 那绝对不是说你们唯一的优点 只有青春而已 其他其实各方面你们都是不如我们的 真的是很辛苦啊 那我就 就只能就祝福你们吧 就是说大家就是 抗压性啊 然后 运气方面都能够提升好不好 就是这样子啊 好吧 然后 阿兰说什么对待有瑕疵的玩具 很多孩子们都有QC问题 对啊 我就认得了 我只能认得了 还不然还怎么办 如果是 凡斗城买就是拿去凡斗城跟他换 其他不行就是不行 我我我真的就这样 NG品我就只能把他留着 然后我就以后 以后就拿出来说着 留下来做一个故事 当然我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大家要具以力争 我这个观念是不正确 因为我太懒了 所以就 就这样子 好吧 我只是太懒惰 好吧 然后 有个冷门作品 葬送的 独立连 这个 这个 好吧 这个我没有 这个 有机会我再看吧 然后朋友说不想学测 不想再学测 对 我也不想考学测 学测 我现在 我们以前都连考 现在哪有 还有那么多什么学测 乱七 不能讲乱七八糟 不好意思 不能讲乱七八糟 就是 就是很 就是很复杂 很复杂 好吧 还有复杂 然后 茶爸说我讲话很有哲理 这个是因为 这个是因为你也是个很有哲理的人 所以你会觉得我讲话很有哲理 然后 海狂说认识我快十年 真的其实好像也是十年 因为我记得我 我当时在国民路 在台南市的国民路开店的时候 大概是20 那个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 我记得那是电影 电影第四集在演的时候 2014 9年了 9年了 好吧 快9年 然后 DKChannel吧 说我最喜欢哪一部变迷金刚电影 其实变迷金刚电影 你要我认真说的话 你要我认真说的话 其实每一部 除了第5集之外 我还是要强调 除了第5集之外 应该是说 我自己来讲的话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 可能是234 234 跟第7 就2347 这几部 对我来讲都差不多 对人都差不多 因为第2集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电影 那 很多人可能就说 我没有把第1集排进来 我真的觉得第1集收手而已 我真的觉得第1集 因为 因为我是先看第2集 你再回去看第1集 其实 就没有那么样的 那种 那种感动 其实没有 那 第3集是因为我当时是跟很多公司同事一起去看 而且我真的觉得 就是 排场就很大 第3集我真的觉得是 好看 那第4集 其实我 其实 其实第4集 真的你要我说 除了粒子变形是个烂东西之外 其实我觉得第4集的故事非常的完整 而且他探讨的一个 就是生物的那种种族之间就是你到底你应不应该把外星的尸体拿来 外星的尸体 你到底应不应该把外星的尸体拿来做科技研发 其实真的第4集就是那个粒子变形要干掉而已 不然我觉得第4集的剧情是很棒的 真的是很好看 对 大概就第7集 第7集是打得很过瘾 我必须这样说 所以其实是2、3、4、7 这4这4步 对 我觉得都是属于上等的 都是偏上等 好吧 然后 刚 好好好 又可怜 OK 恭喜你 恭喜你录取了 恭喜你 然后 那个月亚基 你来过我的饮料店是吗 这个 这个不知道你是哪 其实 其实现在想想当时 我开饮料店的时候很多朋友来 其实我真的 留下来的纪念真的太少 我现在很后悔 当时真的是 没有跟大家好好的拍个照留下来 甚至就直接po出来就是做个纪念 其实我现在很后悔 真的很后悔好不好 然后 第4集印象最深刻是舒缓 其实制度性行销真的是 还是蛮严重的一个缺点 你看 你看像这次第7集为什么看那么爽 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 几乎你 几乎你看不到什么广告 就看着就很流畅 然后 第4集的女主角最正 这个 我不是那么喜欢看 妹子 然后 然后这个不喜欢女人画的设计 前3集的机械设定比较好看 这个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 但是你要讲 对变形金刚角色的刻画来说 其实 其实 第4集开始之后是比较正常 你看第4集的 准星 这个探长 飘移 其实他们的性格是非常的明显的 在刻画上面其实是胜过前3集 前3集有时候 特别是第二集 你几乎你是 你角色你对变形金刚的性格刻画 几乎是没有 几乎是没有 好吧 然后呢 问我会白痕会不会在意 白痕我很在意 其实白痕我很在意 我很怕白痕 我就会想办法把它复原 通常是拿吹风机吹一吹 有时候有时候会变好 有时候会变好 然后 那个 第4集 对 因为我发誓说我不喜欢看 这个 君子一言计出四马 那就不用发誓了 不用发誓了 好吧 梅根最正 这个 梅根佛克斯真的是好看了 对不对 真的是很好 那个 身材好看的女生真的是 就是会让人家印象很深刻 好吧 对 然后 哎 哎 已经 一个小时又40分 好吧 还有一百一十六个人在线上 我有点像 喂 我 我们应该是 聊到这边应该已经也 也 也 也差不多了 叶生 好吧 然后 吹风机吹的白痕是假 相机内部 已经坏掉 对了 确实是没错 这个白痕其实是 白痕是一个很要命的一个一个毛病 毛病 好吧 然后 行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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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买宵夜回来继续聊 这个 我觉得 我已经讲了一百分钟的话 对不对 其实也是 有一点点 有一点小疲劳了 那 可能一开始很久没有对大家开直播 一开始讲话有点可 有点那个结结巴巴的 对不对 有点结结巴巴 好吧 然后 然后 就 最后再做个总结吧 就是说 今天的话 第一个阶段呢 是先跟大家聊一下 我前几个月 我到底在崩溃什么呢 就 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事业伙伴 同时也是感情上的资助 突然离我而去 对 那对于我来讲就是 他们 等于是你的 我们跳槽 自立门户的时候 需要的那个帮手 同时也是我感情上的依靠 他突然就消失 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痛苦 很难过 所以那是崩溃了一段时间 那慢慢我们从政旗鼓 这样子 那 再来就是说 还好变异金刚电影好看 让我有一个 重新又捡回的那个温暖的那个 那个领导模块 再次把那个东西塞回我的胸口 这样好不好 那也感谢 这几个月以来 有一些朋友 一直都愿意听我说 诉苦啊 愿意听我抱怨啊 然后 就是 陪我走过一段时间的低潮 那 我就是要讲说 求救是可以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 很难熬走不过去 真的你 慎选一下 你不要找那个只是想听八卦的 你要找那个 你真的觉得他会在乎你感受的人 大部分的人 网友们听你说什么 你有话可以跟我讲 他们根本就不是在乎你的情绪 他们只想听你的八卦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慎选 请诉的对象 然后我很感谢就是 最近的这些 这些朋友真的是 愿意的就是 几乎三天两头 晚上就是要陪我讲一两个小时的电话 听我 就是 整理我的情绪 其实我在请诉的过程当中 我不是单纯的抱怨吐骨髓而已 我自己是很希望自己能够站起来 那我再跟他汇报 对我 我几乎是用汇报的方式去跟他讲我今天的心情 我今天做哪些事情 我安排我自己今天工作有没有完成 那 甚至我跟 那一个女生的 这几天的互动或干嘛 我都会一五一十的 跟他来 做一个 的 汇报 那 集园队也会给我一些 建议这样子 当然 我们也不会说完全 庭院有时候可能我们讲的情报没有很 透明 他有时候也是 可能讲的也没有办法很全面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真的很感谢 非常感谢他 无常的 在那么多个夜晚 听我 对 就讲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故事 非常感谢他 好 然后 然后因为电影的好看 对 我又 对这个兴趣我又重新 要燃起来 这样子 那也就是 节目也会在做的比较有 有兴趣 我也有兴趣 然后 看我的影片会让心情变好 这个主要还是你自己心情有想变好 然后有直播会看来是很开心的 这个 我也很开心 各位 已经 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 还有一百多个人还在线上 对 然后还有 还 这一集还抖内了我 莫名其妙多了429块钱的收入 这有点意外 超级意外 超级意外 这个零用钱我收下 这个四百多块钱可以买一只 好好惨 现在只能买传奇奇 下一只等级的玩具都买不起 然后 他爸说我会不会这样就跟他在一起 我不会 我跟齐慧不会在一起 我们 我们没有未来的 好 讲到没有未来的 讲到没有未来 好 讲一下这个好了 这个有点 有点妙 我 我 我这次 因为我跟我 就是 刚刚前一阵子刚分的那个 那个对象 因为我们年纪差很多 我们年纪真的是差蛮多的 然后 就 就我第一次 跟他 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 其实其实我跟他说 我们没有未来 因为我们年纪差那么多 我们不会有未来 后来 几个月他 他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跟我讲 他觉得我 他觉得当时我讲的话 真的很伤他的心 他说怎么可以刚刚打完炮就跟我 就就就直接说我们没有未来 他就他觉得我真的是很很糟糕啦 对啊 现在听起来真的是很烂 可是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说 当时我还是觉得说 可能大家有点异乱情迷 这样子 然后我们年纪真的差很多 那 就是说 当时我觉得说 真的 当时真的是 真是不应该 不应该发生那个事情 但是 但事后我们是很 但是我们很很很真诚的 我发现这个女生很认真的 所以我们也 即尽所能的去 去跟他 好好的相处这样子 只是当时 反正就是这样子 anyway anyway 就都已经是过去了 对不对 好吧 然后 分手的时候什么都是借口 BJ 没有 那个 这个不是他分手的借口 这个没有 那只是有一次在打嘴炮的时候 大家拿 没有 不是说 我说打嘴炮就是斗嘴 也不是 不是另外那个嘴炮 好吧 那就 对啊 最近 最近不是有朋友也是 自恋状态 有时候我都会想跟他说 你要想开一点 对不对 我们现在自己 我们现在自己 自己走出来都觉得说 哎呀 那个 你们现在还走不出来 我们觉得你好可怜 其实我们两个月以前 我们也是一样 这么这么崩溃 好吧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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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们已经 讲了一百多分钟 我我我我喉咙有点 哎呀 好吧 真的是很感谢大家 一一一 还有108个朋友 现在在线上 我们已经讲了 一个小时又 46分钟 好吧 那就 祝福大家吧 好不好 就是说 就是说下半年 大家都很顺利 那 其实从 疫情过后吧 我觉得大家的生活 都有很大的变化 啊对了 我前一阵子我也刚确诊 我第一次确诊 然后 就 这应该是说这四五天才刚完全好 然后 有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 就是胃口一下子变很大 食欲变得非常的好 对 亏我前一阵子那么努力的减 然后食量变得很小 结果 确诊 然后好了之后 一下子食欲变得非常的强 所以我最近这几天我真的很难 很难忍受了 就是这种饥饿感真的很难忍受 好吧 那大家自己身体 多多保重 真的没有比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更更重要的 然后节目还会持续做 好吧 我会继续的在网络上 留下我的来过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点点滴滴的记录 好 那今天的话就谢谢各位的支持 然后感谢这一期斗内的朋友 好吧 那我们就下一次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开直播 希望是希望不要敞开 因为我觉得一定是心情不好 不是一定是有什么大事情结束才会开直播 对不对 最好是不要有什么大事啊 就是大家就是平平平安安的就是平淡的过完 平淡过每一天 认真过每一天 把每一天当然是最后一天的人生 这样就好 好吧 那今天就谢谢各位 那我们就期待之后再见了 好吧 拜拜 糟糕 我会不会关不掉 关不掉就很糗了 会不会关不掉 我看一下